去年11月 高媛媛是嫁给了赵又廷 很多男生说都要哭晕在厕所了 不过他们俩和很多婚后积极被产的明星夫妻不太一样 小两口似乎在工作方面是更加的投入 这又是拍电影 又是做活动 这成天的通告也是赶个不停 赵又廷一直保持努力追逐着自己的电影梦 而高媛媛则是出席各种活动捞金 因为成天毛余工作 小两口连婚后蜜月的时间都无限期的延后了 就更别提小又廷何时来报道了 顺其自然吧 虽然小两口的相聚时间是有限的 但是表白可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 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 那当然是我老婆 那妈妈呢 奇怪 看来就算是男神 赵又廷也有着妈妈媳妇难选择的困扰 赶紧补上母亲节祝福一句 给妈妈赔不是吧 母亲节快乐 娱乐今天立上海采访不到 妈妈和老婆真的很难选